字幕 李宗盛 一架坦桑尼亞客機 墜入非洲最大的湖泊維多利亞湖 截至目前 空難已造成至少19人離難 昨天上午8時半左右 一架坦桑尼亞客機 在該國布科巴機場降落時 墜入附近的維多利亞湖 從坦桑尼亞最大城市 達雷斯薩拉姆起飛的 精密航空公司客機 再有43名乘客 其中26人已被救出 送往醫院 現場的影片顯示 失事飛機幾乎完全染沒在水裡 只有綠色和中色的機尾露出湖面 大批救援人員在聚機地點 試圖用承索將飛機拉到岸邊 據當地的報導 飛機失事時遭遇暴風雨 坦桑尼亞總理卡西姆·馬卡利亞已趕往現場 並表示將展開全面的調查 確定罪機原因 馬卡利亞還表示 飛機的兩名飛行員可能已經死亡